告诉你一个秘密 如果你到西口旅游 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美丽而有故事的小山村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花花 我现在混化西口镇的沿头古村 今天呢带大家到风景秀丽 历史悠久的古村来逛一逛哦 走 从游客中心过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座古色古香的广济桥 这座石拱桥呢建于清同志年间 距今已经有130多年了 桥下流淌的是延西 延头村位于凤化西南山区 距离蒋市故里西口镇12公里 村庄呢四面环山 你们看 这条延西是重流南北蜿蜒的川村而过 从明代开国时期的红姆三年 也就是1370年开始呢 这里就成为毛姓子民繁衍生息的地方 他们聚居在狭长的东西两街上 可以说是缩西而居吧 老屋老街老桥老树 延西和两侧的青山呢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风景画 这里还是有故事的地方 清代 沿头的水路交通呢 十分繁盛 是凤化西南山区出口通道和物资聚散中心 到了民国时期啊 村内更是十分繁荣 有米店 肉铺 钱庄 理发店 中药房等等等等 商铺连免零次结笔 到现在呢还保留有一些完整的旧商铺老字号 清末明初以来呢 沿头村相继成为少年蒋介石的读书地 蒋经国外婆家 看 这里还完整的保留着 国民党空军副司令毛邦初的故居 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故居 蒋介石最近种的私属老师毛思成的故居 这里还有个祥风南货店 是以前蒋介石的老藏人开的 确实沿头这里啊 藏着很多故事 值得你好好来探究一番 非常值得一探的 还有东街这边的林犬古井 神奇的是 在大汉天里啊 沿溪的溪水快干涸了 但是这里的井水呢 反而更加满了 而且水质呢 是非常纯净的 外井洗刷 离井饮用 大雨过后的盐头古村呢 水量丰沛 风景格外的优美 让我产生了一种 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不知不觉当中的一个下午 已经过去了 现在呢天色暗下来了 我得要打到回笔了 怎么样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里的风景美不美啊 可以给我留言哦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